11月6日 雷佳音凭借人世间斩获金英奖最佳男主 却因为2019年的一段采访被骂上了热搜 惹哭汤伟被喷低情伤 雷佳音当年到底做了什么 2019年 雷佳音与汤伟一同参加央视的采访 主持人问雷佳音两人合作拍戏时最受不了对方什么 雷佳音直接不假思索地回答 汤伟一边大笑 一边帮雷佳音打圆场 可雷佳音非但没有停止 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地开玩笑称 汤伟频频上厕所导致他无法入戏 雷佳音的接连吐槽让汤伟累撒现场 在主持人打圆场时 雷佳音继续持续输出 当汤伟说要自己出去哭一分钟时 雷佳音来了一句不至于吧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现场的尴尬气氛 其实在拍这部电影时 汤伟因为生孩子以及用药引发身体不适 所以要批翻上厕所 而且拿这种女生私密的事情 在公共场合说事 这本身就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心理不适 在大家纷纷抨击雷佳音没有涵养 开玩笑没有底线时 反而是汤伟主动站出来替雷佳音解释 几句话直接将错误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两人对话对比下来 不少人心疼汤伟的高情商回应 2022年11月6日 金英奖颁奖奖现场 雷佳音凭紧人世间斩获最佳男主 本来得奖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雷佳音与张凯丽一起主持时 雷佳音全程黑脸还有些走神 当张凯丽在回顾拍戏的场景时 雷佳音也是直接没给她面子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两人的尴尬 很快雷佳音怎么了就被冲上热搜第一 作为公众人物而且还是在这种大场合 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取止 不知道观众们对雷佳音的行为怎么看呢